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息是一样的 信息就是我们一定要改革 没有别的出路 各位朋友 昨天我们听了首相兼财政部长 我们好像现在很习惯了 首相和财政部长是同一个人 首相兼财政部长 昨天做圣诞老人 大派红包 所以这些糖果呢 大家都知道 吃多了 陈胜尧医生会告诉大家 吃多了会糖尿病 糖尿病要怎么样 糖尿病严重了 就是要断手断脚 国阵给我们派糖果 最后生了糖尿病 要砍手砍脚 不用等回家 党走糊涂 你的手都给人家砍断了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看到人民的成就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来 每一次有财政议算案 拿到大红包的 都是大发展商 去年我们记得吗 要建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 我们要建立 这个最大的飞机场 最大的这个高尔富球场 这些都是以前国阵 在议算案里面 要照付的就是这些有钱人 明年 过去的三年 每一年都是 我们找国阵三天 四天 宣布我们明年的议算案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不是做反对党 我们有资格做政府 我们能搞出自己的议算案 我们在国阵宣布之前 先把我们治国理念已经讲出来 国阵 要抄 请 自然去抄 我们不会没有版权的 明年的政策 国阵要copycat 要抄袭 大可抄袭 当我们明年提出来的时候 国阵笑我们 国家会破产 我们说 要照顾那些辛辛苦苦 我们叫做炉子牛 就是那些老师 教员 他们的薪水太低 工作量太高 所以我们要求 我们如果执政 老师全部起薪500块 国阵讲什么 你们不懂得治国 没有经验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 教师的薪水提高 我们国家会破产 哇 原来提高 教师的 这个薪资 会破产 今天 Najib昨天所派的红包 派给谁 派给公务员 派给教师 为什么没有破产 当我们宣布的时候 他才知道 原来国家的这些公务员 国家的这些教师 的薪水太过低 雪兰儿宣布 所有公务员 最低工资 1500块 因为我们知道 1500块 今天 给 我们来讲 根本不能生活 如果 我们的薪水 1500块 你的太太 去巴萨 没有撵回来 因为以前 拿50块 去出门 可以买 一家人 吃得饱 一个星期的食物 今天 50块 出门 回家 一天 可能都不够吃 这个就是 通货膨胀 造成的压力 但是Najib 有没有想到我们 明年 所以提出 如果我们的 预算案 我们要照顾的 就是 马来西亚 那些家庭 收入少过 3000块的人 我们经过 50年的独立 少过3000块 家庭收入的 接近这个 这个 人口的 60% 什么成就 我们讲 国家经济发展 我们讲到 头头是道 非常光荣 但是 马来西亚的人 到今天为止 还是非常的贫困 我们的油田 出的油大把 我们有棕油 有塑胶 什么都有 但是马来西亚 为什么还这么贫困 照理 我们作为 马来西亚人 绝对不应该 会有气概 不应该要有穷人 不应该有人 饿的 饿 饿 饿 但是今天 我们看到国阵 制造了50年 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 要提出的 是要照顾 这些低收入的 那就赶快 那就赶快抄 我们的政策 告诉我们 他也是要照顾 这些贫 贫 贫 的人民 但是为什么 50年不会想到 到今天 有明年的存在 那就才开始 改变 国阵的政策 各位朋友 在此我要公祝大家 是因为你们的选票 在2008年的时候 支持明年 所带来的结果 这个就是 人民的胜利 人民的力量 他们有没有以前 我们说 ISA 内安法令 Dr.陈胜尧 做过 内安法令 他是我的老前辈 我后来也是做两年 没有什么了不起 林基祥 塞胡逊 阿利 还有许许多多前辈 他们牺牲的更大 但是各位 内安法令 是我们反对党 民主行动党 以前的劳工党 人民党 后来的人民公正党 回教党 大家都在争取 要求废除 武统 把他当作是 他的最后武器 我们讲什么话 他不喜欢 就马上抓我们 ISA吃咖喱饭 但是呢 今天 Najib没有办法 站在全国的电视面前 他讲 内安法令 要废除 要使到马来西亚成为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 然后他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个想法 不是因为他受到反对党的压力 不是因为啊 我们明年的要求 他自己有一天想到的 他自己想到的 各位朋友 不管他自己想到的 还是我们的压力造成的 最终 Najib 废除内安法令 是因为怕 有一天 如果我们明年之政 第一个拿内安法令 来对付这些武统的败类 其实 他们不用害怕 我们根本不用用内安法令 他们的贪污的罪 他们那些滥权的罪 一条一条一大罗 我们根本不用内安法令 单单我们去蒙古 去找一找 就可以找到 足够 足够证据 有许多人要坐监牢 所以呢 内安法令 最终被废除 这个也是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斗争所造成的 他们废除之后 一点都没有感激 一点都没有想到 那些几十年来 受到这些 恶法的避害 那些造成 家破人磅 那些 妻离止善 的那些 内安法令的受害者 一声道歉也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